之前就已经有提过所谓的台湾政策法 那但是因为是当时有佩洛西访台 或说等等的一些国际事件 而造成说没有办法在当时就顺利的通过 可是现在是确实众议院这边送出 然后参议院也通过了他们所谓的外委会 可是整个内容的部分 我们现在都还是看到的是媒体朋友的一个报导 我先想如果说真的那么重要 美国国会对于台湾的台湾政策法 那么重要的部分 外交部对于我们台湾 我们两千三百五十万人 那么重要的法令 外交部怎么没有一个正式来做一个翻译 让全台湾两千三万人都能够了解说 到底现在美国针对这个法案 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我们台湾 未来的命运跟未来的走向 有什么样的部分 再来我们要说直接里面有几个部分 我是觉得是相对来讲比较重要 一个是说直接军援六十五亿 一开始原本的法案是说是外国军事融资 好像看起来就像刚刚赵先生讲是借钱的部分 但现在变成是无偿的军援 那无偿的军援我们要问 无偿军援是到最后是美国认为是我们这边有需要的 由美国单方面来给予 还是真的能够通过我们中华民国国军国防部 认为我们自己评估我们的战力 有需要的武器 请美国来给予援助 其实这有两大很大的不同 过去我们讲说不管是川普总统或是拜登总统 我们任内都已经通过了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军事采购 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的武器清单 美国不卖就是不卖 而美国想要卖的这个武器给我们的时候 其实都是好像美国认为是我们比较需要的 最后我觉得实质作为 台湾政策法 其实对于不管是我们在野的委员来讲 我们认为任何国家愿意重视正视中华民国 我们都是乐观都是正面的看待 但是在这一个台湾政策法里面 到底实质作为是什么 如果说假设万不敌退一万步 真的发生战争了 有没有可能二十四小时 有没有可能四十八小时 美国真的会派军队来台湾 还是所谓的像现在的乌俄战争 一样到最后就是用经济制裁 外交制裁 这个国际手段制裁 但是对于实质没有帮助 还有有没有可能有派兵注点的部分 以及最后我认为说 如果说要参议院 要送到这个美国白宫 还是取决两个 第一十一月八号的其中选举 现在越来越近了 可能对于民主党共和党 他们还有不同的考量 第二这一次参议院在外委会 十七比五 有五票不同意 其中四票是民主党籍 所以相对来讲 这个美国的这个拜登总统 他现在是民主党籍的总统 他会不会也因为这样子而展现出 他们党内对于这个台湾政策法 不同的一个态度 我想这是后续可以观察